也是一个小事情 我们吃完饭的时候 他挪了一下凳子 就碰到人家了 也是他的不对 人家就跟他矫情了两句 他就不开心了 然后他就说 我为什么不站在他这一边 结果就一个转身 然后把那个水哥撒脸上了 然后确实也是感觉挺寒心的 我跟别人吵架了 你都一句话不说 在旁边看着是吗 就我受欺负了 你都不知道帮着我 还帮着别人 你还把我给拉开 你怎么不知道 跟我一起吵他呢 我不是为了大局考虑吗 而且那种小事情也没必要呀 然后吃完饭不就走了就行了吗 但遇到这样的事情 你们怎么和好啊 那过了一段时间 然后后来慢慢地 然后 谁找谁道歉呢 都是我找他道歉的 脾气好像有点 有一次 就是我那个三台手术做完了之后 有一次我突然看见 他打了四十个电话 其实你这四十个电话打过去 你应该知道 他是在手术上吧 但是我就想让他知道 知道我是有多着急 就想让你一下手术就看到 下次上手术台之前 能天跟我说一声呀 就是要重视他 但是确实有的时候特别忙 然后我们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 确实有的东西 这个医生忙我们知道啊 也理解你们工作的神圣和辛苦 但你看到四十个未接电话 我立马就回过去 回过去之后他也不理我 等到我回学校了 我也给他买了好吃的 我肯定觉得他可能又开始 准备大发雷霆了 就是给他买了好吃的 给他买了花 那天他也直接没理我 我也打了四十个电话 结果 他也不接 对对看也不接 我觉得肯定是看了不接 对啊 就想让他知道知道 打四十多个电话 都没有人理的滋味 然后呢 见面和好了吗 第二天下午 然后我就完事了之后 后来请他吃了顿饭 然后后来他才 他才理我的 那这不这么多事情都忍呢 今儿怎么忍不了了 谈恋爱期间 可能有的东西 可能小事情嘛 然后我觉得还可以理解 但是如果说是以后 又结婚了 生小孩了 然后在一起时间特别长 我觉得我肯定很受不了 而且我没有那么忙 我不可能天天陪着他吧 所以就偷偷买了张火车票 我买火车票之前 没告诉他 后来结果他知道了 一小时知道了 知道了之后 后来就把我那个 身份证给留下了 然后我觉得 也特别让我不舒服 没走成 对啊 不是你这次买火车票 是回老家吗 对 我想回家 第一是跟我父母商量一下 我的这个就业问题 然后因为也跟他在一起 已经很长时间了 也面临年纪也到达不小的了 所以说是跟他们商量商量 到底我那个 跟他们看看他们的意见 然后如果能跟他在一起的话 然后尽量 然后我觉得他挺好的 平时也挺好的 所以想跟他天长地久的在一起 你刚才不是刚说了 觉得不太好吗 觉得没办法继续了 这还跟父母商量什么呢 商量一下 他们能不能接受 这些小脾气啊之类的 然后我的话我也忍一忍 然后他也改一改吧 就是还是希望能够继续 对对 如果想回家看看 如果也合适的话 在我们那边发展挺好的话 然后把他接回去也挺好的 我觉得我们那边挺好的 我觉得他拿这个 就是当借口的 他说他回家跟父母商量商量 他一去都可能不回来了吗 他就能不能接繁了吗 我踏开了吗